好 老师们同学们平安 可以 听见哈 可以 好感谢主 同学们 我想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 你们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可以可以来回应我哈 呃当然你不一定要回答我哈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 在你目前的 生命当中啊 你觉得最不可能 出现的事情是什么 你觉得你觉得最不可思议 但是你心里面又又特别的渴望 出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有人可以说吗 当然如果你不方便说没关系哈 你可以想一下哈 你可以想一下 那因为今天在 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当中 发生了一件 极其不可思议的事情 现在同学们 不要因为我们对圣经的熟悉哈 而把这个事情看作平常 你想哈 即使 放在今天 如果我们当中 如果在我们身边呢 发生一件事情 那就是一个盲人的眼睛 忽然可以看见了 你们会怎么 你们会怎么想 你们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那周围的人又会怎么想 怎么看这件事情 同学们 你们你们你们设想一下哈 假设有一天 假设有一天 我们在我们身边 有一位弟兄姊妹 或者是姊妹 为某一个盲人 祷告 然后他的眼睛就看见了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 人们会怎么样 你会怎么样 你你你也许哈 也许 也许当时会引起轰动 也许这个事情根本就 不会传开 就被压制了 就被屏蔽了 在知道的人当中 你觉得他们马上就会说 哇 这个信仰太神奇了 我马上要来信 然后信的这些人 即使我这些人说 我我现在要 我我现在要信 我要信你们信的这位上帝 我要信你们信的这位耶稣 然后他们会 真的来跟随耶稣吗 在我们今天 这一章的故事当中哈 你看到 在耶稣 治好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 这个故事当中 人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的 几种人哈 第一个啊 第一个我们看到 首先是门徒的反应 耶稣过去的时候 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门徒就问耶稣说 这个人的瞎眼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他自己的罪 还是因为他父母犯罪呢 你看当时哈 当时的人们 包括门徒都有一种 都有一种观念 认为人身上的不幸 一种悲惨的 一种命运 一种结果 是因为犯罪 这个认识对不对呢 在很大意义上讲哈 这个认识很多时候是对的 很多时候是对的 但是你看到耶稣的回答 告诉他们说 这个人的眼瞎 不是因为他犯了罪 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犯罪 乃是在他的身上 要显出上帝的作为 显出什么作为 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什么作为呢 这就是 你看到 耶稣 借着是 这一个瞎子 眼睛能够看见 他的眼睛开了 能够看见 来彰显 他是谁 他是谁呢 同学们 你们不要马上跳到那个答案 我知道他是基督 他是 他是神 他是不 当时的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会怎么想 会不会想到他是神呢 不会 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想到 耶稣基督是神 不会 他只会想到 他是从神那里来的 上帝那里差遣来的一位 差遣来的哪一位呢 他是谁呢 然后在这个事件当中 你看到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见 我们首先看到 当这个瞎子眼睛 得开之后 他的灵舍 和那素常看见 他是讨饭的 就说 这是不是他 然后确认了 是啊 确实是那个人 然后他就问说 那你的眼睛怎么开的呢 他说 我是耶稣做的 他们就问说 那个人在哪里 你看到啊 这是灵舍和群众的反应 灵舍和群众的反应里面 同学们你想啊 我刚才在想说 请你来来想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今天 人们会是什么反应 哦 跟这个灵舍和这个 这个群众是相似的 哦 这个人在哪里 我这个人这么厉害 他能够让瞎子的眼睛都开 那我这个脚 有点问题 也让他给我植下 哦 那我家里没有钱 你让他帮助我一下 哦 我那我 我我我遇到的这个 人生当中的这个 很大的这个困难 我也要让他帮助我 人们 人们这些灵舍们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 这一个 这一个事情带来的好处 看到的是这个人能够带来好处 这个人在哪里 那接下来 法利赛人看到了什么 法利赛人 当法利赛人看到这个 这个树来瞎眼的人 他眼睛都开了以后 法利赛人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法利赛人第一个反应是 耶稣当时 使他眼睛得开的这个动作 是不对的 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个动作 耶稣你看 耶稣土唾沫在地上 用唾沫和泥 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这个对于法利赛人来说 这就是违反了安息日条例 不可以做这个动作 他们心里面想的是 这个人不守安息日 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 你看法利赛人 第一反应是 是看到他们所重视的 那个律法 那个规条 他们把 把这个人眼睛得开 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没有看见 他没有看见 这个事情背后带来的那个重大的 一个重大的信息是什么 他们所读的 他们所熟读的 非常熟悉的 旧约圣经里面 其实不断的讲到 他们要等候弥赛亚 而弥赛亚来 还有一些记号的 这位弥赛亚会用一些事情写明 他是弥赛亚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是什么 就是 使瞎子得看见 还有瘸子行走 还有死人复活 这个就是弥赛亚来的记号 那瞎子能够看见 就像这位 这个 这个瞎眼的这个人 他自己所说的 他说 从创世以来 第三十二节里面讲 他说从创世以来 未曾听见 有人把生来是瞎眼的眼睛开 生来是瞎眼 请注意 他不是 他不是后 后天因为生了什么病 他眼睛瞎了 他是生来就是瞎眼的 从来没有一个 那这个人来 他做了这件事情 难道 没有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叫这些 诸读圣经的人 能够明白吗 同学们 这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耶稣 我不可以直接说一句话 就叫这个瞎子看见 可以吗 他可以做到吗 他可以的 但是为什么他会 他偏偏要做这个动作呢 他偏偏要在安息日做这个动作呢 你思想 是不是耶稣也在这里 有意的来挑战 有意的来挑战 这些死守律法的人 不守人的规条的人 你们要看见什么 你们的眼睛里面到底能够看见什么 果然 你发现 他们 就看见了不守安息日 他们没有看见 这个瞎子眼睛都开 这是创世以来的 一个 如此激动人心的消息 如此 石破天惊的消息 他们没有看见 看不见 然后 然后他们确实 在这个瞎子的见证当中啊 然后他们确实看到说 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但是现在眼睛得开了 但是他们却开始来怀疑这个事情的真实性 你看他们的顽固里面啊 第一个他说 这一这个 十眼睛得看见的这个事情 这个动作 这个时间 是违反了安息日 这是他们第一个反应 第二个反应是 这个事情不真啊 这可能是编造出来的 他们就开始了审问这个 这个人 甚至要传传唤了他的父母亲 来审问 但是后来确认了啊 确认了确实是生来瞎眼的 这个神迹是无可推诿的 是实实在在的 那 那他怎么办呢 他们再一次的把 把这个 如今看能够看见的这个虾子 传唤到会堂 传唤到会堂到 到工会来啊 传唤来了之后呢 继续的审问他 这一次 他们明确的说 我们信的是摩西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我们信的是摩西所传的律法 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来来 他不认识 这个人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已经写明了 一次又一次的 在他们当中写明了他是谁 当然他没有明说 他没有明说 他明说有两次 到我们读到的第九章有两次 第一次 他明确的告诉 告诉一个人说 他就是 他们所等候的那个弥赛亚 他就是基督 是在什么时候 就在那个 撒玛利亚的 那个妇人 那个地方 跟他说的 是一个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极其不被重视 甚至被严重的歧视的 撒玛利亚夫人 而这一次 你看到他 耶稣像这个 已经被赶出会堂之后的 这一个 生来是瞎眼的人 向他启示的 他是谁 而法利赛人 同学们 你看到他们 他们 有这么大的一个神迹 在他们眼前 来表明 行这个神迹的人是谁 但是他们却 没有看见 没有看见 他们为了 消除自己 良心当中的 这个紧张 这个不平安 因为这个神迹就明明在眼前 对吗 你不能够忽略他 他们想的办法是什么 他们的办法是把他赶出去 如是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我不要看 我不要看 首先他是看 却看不见 但是看不见的这个事情 却呈现在他面前 挑战他们的 他们的信仰 这个时候他们就选择不看 所以你看他就是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 那这中间还写 还讲到了这个 这个人的父母 这个人父母 当法利赛人来问他的时候 你看到他 他他怎么回答呢 他说他是我们的儿子 现在就瞎眼 这是我们知道的 他只确认了 这一个事实 但是后面他说 至于他如今 能怎么能够看见 我们却不知道 是谁开了他的眼睛 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吗 同学们他们真的不知道吗 他们不是不知道 他们是不敢说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们 承认 耶稣就是基督 如果他们承认 在他们的儿子的生命当中 行了神迹的这一位 就是弥赛亚 那他们要被赶出灰坛 他们出于惧怕 不敢承认 这是什么 这是看见了 却不敢承认 自己所看见的 不敢向人承认 他们所看见的 这是第三种人 第四种人 好 我们来看 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这个瞎子本人 他看见了什么 他首先看见一个人 对吗 同学们你看到吗 首先他看到一个人 这个人对他说 你要这样做 然后他这样做了 他的眼睛就看见了 他看见了一个人 但是当他的眼睛好了以后 当法利赛人来询问他的时候 在第17节他说 当他法利赛人问他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说他是个先知 你看这是他看见的 对吗 这是他看见 他看见说 这个人能够叫我的眼睛得看见 那他肯定不是平常人 所以他的初步的认识说 这个人是个先知 然后当他第二次被传召 被传唤 来审被审问的时候 他在进一步的说 他说什么 他说 第三十节 他说 他开了我的眼睛 你们进不知道他从那里来 这真是奇怪 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 唯有敬奉神 遵行他旨意的 神才听他 他这个时候 他的一个认识是什么 这个人不是一个罪人 这个人 这一位 他所认识到的这位先知 他认识到 他说 他是一个敬奉神 遵行他旨意的义人 有义人吗 你会有一个 圣经教导他们 告诉他们说 人人都是罪人 但是他却说 这个人是个义人 然后第三十三节 他进一步说 他说 这个人 若不是从神来的 什么都不能做 他这时候确认说 这个人是从神来的 He is from God 他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同学们 你看 他的认识 在 他对耶稣的认识 再进了一步 他的看见 是 好像 再 再多的加深 一步一步的加深 但是这个时候 他看见了耶稣是谁吗 他认识了耶稣是谁吗 到这个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 然后 直到他被赶出会堂 耶稣 找到他 耶稣找到他 不是偶然的碰见 是找到他 找到他 耶稣问他说 你信神的儿子吗 这个神的儿子 这个地方的 原本是 the son of man 就是你信人子吗 你信 在 在你们所读的圣经当中 所预言的那位要驾着天云而来的人子吗 你信那一个将要成为救世主的人子吗 你信吗 他回答说 主啊 谁是神的儿子 叫我信他呢 谁是那一位人子 叫我信他呢 耶稣说 你已经看见他 你已经看见他 亲爱的同学们 这句话 是何的 有意思的 这个人的眼睛 已经看见他 看见了耶稣 但是他看见耶稣了没有 在耶稣告诉他说 你已经看见他之前 他看见了没有 其实他还是没有看见 直到耶稣说 你已经看见他 现在和你说话的 就是他 这个时候 他就看见了 他就真正看见了神的儿子 他就真正看见了那位弥赛亚 然后他就说 主啊 我信 主啊 我信 这个主啊 这个主是什么 是Lord 这个主啊 是指向 以色列人 称呼谁是主呢 以色列人称呼 上帝是主 那个独一的真神是主 然后你看啊 他说 主啊 我信 就拜耶稣 以色列人 在以色列人的 那个认知当中 在他们的信仰体系里面 可以拜谁 只能够拜那个独一的真神 如果任何 在那个独一的真神以外的 对象 被敬拜 那你就是在拜偶像 所以同学们 你看到吗 这一个瞎子 他的看见 是一步一步的 加深的 他先看到了一个人 然后他看到他是个先知 然后他看到他是个义人 然后他看到说 他是从神那里来的 再之后 再之后才发生了那个关键的翻转 当耶稣找到他 清楚的向他显示自己的时候 他才认出来 真正认出来 这就是神的儿子 而且这就是上帝 是我们要敬拜的 所以同学们 你从刚才我们讲的 这几种人的当中 你看到 你看见了什么 是什么决定的人们所看见的 同学们 是什么决定的人们所看见的 为什么 这些邻舍和群众 没有看见 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 为什么法利赛人 明明的看见了这件神迹 却认不出来 这就是 那一位 来要拯救他们的 弥赛亚 为什么到后来他们 以至于 以至于叫什么 掩耳盗铃 以至于捂着眼睛不看 不看不看 我不能再看了 因为当他看见这个 被开了眼睛的瞎子的时候 他就看 他就要看见 那个弥赛亚的记号 但是他们选择是把他赶出去 看 看不见 为什么这个父母 他看见了 耶稣是那一位拯救者 但是他却说 我不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瞎子 开了眼睛被开了之后 他依然 没有看见 耶稣到底是谁 他肉体的眼睛开了 但是他依然没有看出来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就是弥赛亚 就是那一个 那一个要救我们脱离 最后和死亡的 那一位救主 为什么 为什么他没看出来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 你看到今天我们 要看到一件事 就是 耶稣讲说 如今你们说 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同学们 我们都是瞎眼的 千万不要说 我们能看见 千万不要说 我们能看见 我看见了 亲爱的同学们 耶稣说 你如果你 以为你能看见 你就是瞎眼的 是什么是你的 是你 是你瞎眼 看不见的 是罪 罪拦阻了你 你的罪 使你的心刚硬 使你完全 看不见 上帝在你生命当中 所做的 同学们 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 你心里面最渴望 看到的是什么 你最最盼望 看见你 你最不可能 实现的是什么 你想一下 同学们 如果有一天你回家 你发现你爸爸妈妈 这个 非常的相亲相爱 你发现你的爸爸 你发现你的爸爸 成了一个非常敬虔 爱主 热心服侍的一个人 然后 他 既努力的工作 又好好的带领 在鼠林上带领自己的家庭 他非常爱你的爸爸 爱你的妈妈 也非常爱你 和你的兄弟姐妹 他如此的慈爱 对你们如此的有恩典 你会怎么想 你想要看到这样的一幕吗 这是你心里面可目看见的吗 我想可能是 也许你 也许你可目看见的是 如果我家里面 经济状况改变 不是现在的这样的窘迫 我要是 要是能够 能够 我要是忽然一下子 就有了钱 有一百万 有一千万 那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了钱 你会怎么想 你会怎么看 你会看到什么 也许你现在想的是说 如果我能够成为一个 很有能力的 能够 能够自己去工作 我可以挣 我可以挣钱 我也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这样 你去挣钱了 你也开始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你会怎么样 你会看到什么 亲爱的同学们 你知道吗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身边 每一天都在发生很多的神迹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做了许多的事情 叫我们来看见他的作为 但是我们就看不见 我说没有看见 我没有看见 为什么 因为耶稣说 我是世上的光 为什么我看 我们看不见 因为在黑暗当中 你能够看见什么 在黑暗当中 在一种属灵的黑暗当中 亲爱的同学们 在一种属灵的黑暗当中 我们 就只能用我们肉体的眼睛去看 我们看见的 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情欲 这个 这个 我们 这个最 最恶的 自私的 自我中心的 这个自己 想要看见 有一个罪的 有色眼镜 这个有色眼镜 是你 自己去不掉的 他像一个隐形眼镜一样 戴在你的肉体的眼镜之上 使你看见的 是一个有罪的 被罪玷污的世界 使你看见的 是你心中想要的 所以 你看见的一切 其实你看见的是自我 你每一次看见 都是看见了你 你看见了一个 光亮的自我 你看见了一个 卑微的自我 你看见了一个 能干的自我 你看见了一个 软弱的自我 你对那个自我 不断的在发生反应 你爱他 但是你又恨他 你完全摆脱不了他 因为 你看见好像 这就是你的全部 亲爱的同学们 你的生命当中 每一天 上帝都在 赐给你极多的恩典 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 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 你看见的是什么 你看见 我好好吃饭了 我好好断理身体了 所以我的身体是好的 今天我们能坐在那上课 我说 因为我们很小心 因为我们没有吵闹 因为我们没有引起邻居的关注 没有人举报我们 你看到的是这个吗 还是你看到上帝大男的手 每一天 都在遮盖我们 都在复辟我们 都在颤老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 因为 耶稣说 我是世上的光 如果不借着这光 你能够看见什么 你看不见 这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 亲爱的同学们 我们的眼睛 那个罪的那个 那个过滤器 那个罪的那个 那个屏障 那个罪的那个鳞片 如果不被除掉 我们 看 也是看不见的 我们就成了像法利赛人那样的 瞎眼的人 耶稣说 我为审判 来到这个世上 叫不能看见的 可以看见 叫能够看见的 反瞎了眼 耶稣说 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上 耶稣 耶稣说 耶稣不是说 他来不是要审判世人吗 他是为了拯救吗 现在同学们请注意点 拯救 本来同时就是审判 你要知道 这个救恩临到你的时候 这个恩典临到你的时候 你如果抗拒这个恩典 你不相信这个恩典 你就落在审判 就像我们在前面 在约翰福音的三章 这个地方 非常有名的那句话 他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自赠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是的 然后接下来就说 因为神拆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请注意 是的 是的 没错 上帝 拆遣耶稣来 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的 是要叫我们得救 但是接下来说 信他的 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 独生子的名 亲爱的同学们 耶稣说 我是世上的光 但是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到爱黑暗 你看到吗 定他们的罪就在于 就在于此 你看耶稣本来不是要来审判我们 但是他说 我为审判来到他的世上 是什么意思 当他的恩典 临到的时候 那抗拒恩典的人 就被定罪了 恩典是主动的 恩典是白白的 我们完全是被动 我们完全是无能的 我们完全是接受者 你看到 在这个瞎眼的人 眼睛得开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到 同学们 邻舍和群众 他们为什么看不见 因为是罪拦住了他们 法利赛人为什么看不见 因为是罪拦住了他们 这个父母为什么看见了 却不敢承认 因为是罪拦住了他们 恩典临到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是 否认恩典 不承认恩典 眉着眼睛不看恩典 他们的罪就定了 并他们的罪就在于此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你和我 所面临的和他们一样 光已经来到这个世界 光已经照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光照在黑暗当中 黑暗却不接受过 这是这个世界 你所看到的这一切 不幸之人 他们的生命光景的总结 光照在黑暗当中 他们却不接受 但是接受的人 接受的人 就是有信心的人 就是从神 生的人 就是神的儿女 就是重生的人 接受这个恩典的人 他就要说 主啊 我信 现在同学们 你们信吗 你们 你们那个罪的有色眼镜 现在被上帝更换了吗 换成了一个恩典的眼镜了吗 你看见了 认出了耶稣吗 耶稣是你生命当中 每天的光吗 若是 你就 你就看到这是天赋世界 你就看到 你的生命 你的道路 在上帝的掌管当中 今天 你处在愁苦当中 处在艰难当中 亲爱的同学们 我们都在艰难当中 我们的整间教会 在艰难当中 我们整个学校 在艰难当中 我们的老师们 在艰难当中 你的家庭 包括你自己 你的学习 你的灵修 你每一天 就是要 要在这个世界当中 面对那么多复杂的 有毒的信息 你不知道该如何取舍 你不知道该如何 认知 你不知道该如何行动 这是我们一样的 面临的困境 而且 因着你 开始 你开始相信 你开始相信 God is good 你开始相信 上帝是良善的 你开始相信 耶稣是好的 耶稣是爱你的 你开始想要来跟随耶稣 这样的同学们 耶稣是谁 对你来说 你看见 你真的看见他了吗 你真的认识他了吗 他是一个先知吗 他是一个义人吗 他是从上帝 哪里来的吗 但是 还是 他是 神的儿子 他是那一位 在十字架上 为你 担当了你的罪的那一位 他到底是谁 请注意 那个瞎子 直到耶稣 找到他 告诉他 你已经看见他 现在和你说话的 就是他 他才彻底的看见 亲爱的同学们 耶稣找到你了吗 耶稣找到你了吗 耶稣对你说 你已经看见他 现在和你说话的 就是他 耶稣对你说 这样的话了吗 如果你听见了 如果你听见 主对你这样说 你就要起来回应说 主啊我信 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祂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你把我们 每一个人 主啊 放在这一个 败坏的 黑暗的世界当中 主啊 我们身边 尽都是 邪恶 淫乱 谎言 暴力 主啊 我们自己 是这个邪恶的世界的 邪恶的一部分 主啊 我们是这个黑暗的世界的 黑暗的一部分 主啊 如果你不来光照我们 我们怎么能够看见自己 我们怎么能够看见你呢 主啊 如今这恩典已经临到我们了 主 如今你已经找到我们了 这恩典已经蠕动的找到我们 赐给我们 叫我们能够来 认识 认识你是谁 也认识我们是谁 主啊 我们如今知道 你是 为我们舍命的 那一位救主 是我们生命的主 而我们 主啊 我们每一天都在你 那无微不至的 念在呵护当中 念在带领当中 主啊 我们每一天都行走在你的光当中 主啊 在你的爱当中 我求你 开我们的眼睛 主啊 开我们每一个同学的眼睛 每一位老师的眼睛 叫我们不被我们身边的这一切的邪恶败坏 这一切使我们心寒胆战的力量遮蔽了我们的双眼 以至于我们看不见 我们主啊 当看见的 主啊 求你使我们 主啊 使我们 不要说我们自己能够看见 主啊 我们当来到你面前承认说 我们就是那瞎眼的 主啊 我们就是那一个 那一个贫穷的赤身的 一无所有的 但是主啊 你怜悯了我们 我就求你 主啊 使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 主啊 使我们 睁开眼睛的时候 主啊 我们 能够看见 甚至 主啊 当我们闭上我们肉体的眼睛 我们里面的眼睛 都一打开的时候 主 我们就看见 你的大荣光 正 充满 我们的生命 充满我们 这个小小的 主啊 看起来 在人看来 如此卑微的 一间学校 充满我们每一个 老师 每一个学生 主啊 愿你诗人在我们中间 叫我们 看见的 看不见的 叫我们从前 主啊 瞎眼的人 能够看见 叫我们自以为 能够看见的人 知道自己是瞎眼的 主们感谢你 主啊 求你诗人 来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接下来的每一天 主啊 你保守我们当中的 每一个人 奉靠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明 阿们